好 继续带你来看到国际同济会台湾皇族会 在8月4号上午捐赠了2000份医疗用口罩给花莲施工所清洁队 感谢他们在防疫期间的辛劳也替他们的健康安全来把关 国际同济会台湾皇族会在会长马国号号召之下 捐赠了2000份医疗及口罩给花莲施工所清洁队 马国号表示清洁队员每天都在炎热的环境下进行清销工作十分辛苦 希望可以尽棉薄之力成为这些防疫兼兵的坚强后盾 主要是因为疫情关系 然后因为知道说我们清洁队这边针对疫情的话 口罩部分物资是还蛮缺乏的 那因为我们同济会本来就有在做这个社会服务的部分 那因为刚好得到这个讯息 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是集资来这个来筹了这个2000片的口罩 然后来捐赠给这个清洁队这样子 真的清洁队真的很辛苦 在疫情期间你看这么热的工作环境 然后每天要挂着口罩 一天可能要换五六片口罩 因为干了又湿湿又干了 所以真的清洁队的人员在这个疫情阶段真的是非常辛苦 市长吴嘉全特别颁赠感谢壮 也感谢这段期间来自企业社团的爱心关怀 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有更多的防疫量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皇族同济会 那真的有看到花莲市清洁队员的一个辛劳 那特别跟我们所有的会员伙伴 特别谢谢会长马国号会长 跟我们所有的会员伙伴 一起来捐赠2000片的口罩 那这段期间里面真的也感谢大家都能够 对我们相关的防疫人员跟清销人员 给他们一些肯定 那在疫情期间也看到很多的社团 也针对一些弱势的团体进行了相关的捐助跟关怀 那再次代表花莲市市民的部分 来感谢我们花莲黄竹同济会 长期以来对于弱势团体的关心 还有防疫团队的关心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也把防疫工作做好 再只要呼吁所有民众一起来防疫 大家都是全民英雄 市长也呼吁大家 虽然目前疫情趋缓 防疫警戒降到二级 不过大家还是不可掉以轻心 继续维持严谨的个人防疫措施 才能确保您我的健康安全 戒律会幻视报道